資深投資者五貫樓對於樓價,足底說法不大認同,因為疫情還在持續,只不過數量在慢慢減少中。 他認為,市民只能期望疫情受控加快點,然而看起來還有一段時間,而更大負面因素是近日美國加息幅度和頻率都加快,看來本港跟隨加息報伐是無可避免。 至於金管局宣布下條壓測要求,他認為對樓市不會有多大的提振作用。 對於全年樓價預測,因應美國加息4.3厘,看全年會跌4至5個百分點。 傳統屋苑由年初至今的樓價跌幅,比起不少新進屋苑跌得更深,看來傳統屋苑比新進屋苑更加值得博。 為五官流也不認為是這樣的。 他解釋指,這是因為的確有一部分業主按納不住,願意大幅劈價。 原因是物業狠久以前買下,來價很低,所以大幅度減價也不虧損。 不過,願意大幅減售的業主不是很多,所以不見得傳統屋苑,會比新進屋苑更直撥。 他又提到,最近新盤銷情欠介,個別新盤開售出現,另成交。 這並不代表購買力以干擾,而是形勢不比從前那種認購率有多少倍的情況。 目前用家需求依然存在。 只要發展商因應時勢,即時著量減價就會牽動銷情。 他指,投資的話建議買傳統屋苑,因為對於屋苑方方面面的現況都了解清楚,不容易出現出乎意料之外的問題。 投資者黃家安表示,近期二手蝕樣多屬於急放盤,而非整體公樓能力問題。 由於雖在短期內成交出貨,所以低伏價兩成蝕樣也是正常現象。 但這類盤很大機會在外國全面恢復開關後便差不多走光,要撿這類平貨便要趁快。 黃氏分析,待香港正式恢復正常開關時,來自內地和東南亞國家的購買力便會重新回來支撐香港留伐。 談及一手時,黃家安指,由於二手流減價潮事由急釀盤帶動,效果屬短暫, 所以發展商不會願意減價求售,令佛民的購買力通通轉往二手佛場。 所以只反映目前香港留伐正處於外國開關但本地封關的特殊情況,並不代表購買力乾確。 幾位集團行政總裁湯文亮表示,樓市最大隱憂是仍未完全解封, 活有新錢到來,而有能力買樓的港人亦早已買樓,不甘心買第二個單位要付百分之十五印花稅,造成購買力大減。樓價下跌亦是正常。 不過,金管局剛公布下條壓力測試要求,是非常好的做法,加上政府宣布入境0加3,相信會令樓市跌勢停止。 湯文亮認為,隨著疫情受控,購買力增加,打算賣樓的人亦會封盤,有所謂明日解封,今日封盤,有能力而又需要賣樓的人亦把握時機。 至於傳統屋苑的平均赤價成本較低,他認為就算減價較多亦不會虧本,而且欠債比率較低,可以減多一些價。 新屋苑就沒有這個優勢,所以買傳統屋苑的直博率比較好,赤價比較合理。 對於近期新盤銷情欠佳原因,湯文亮估計,以往新盤的回贈很高,所以代理很落力,不過現在回贈不高,代理沒有興趣做。 就算代理丫頭都唱淡樓市,迫地產商提高回贈,為本土購買力已經乾確,有能力買的人又不甘付百分之十五印花稅,稅令情況如此。